民述纪第25章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里皮尔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 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凡属你们的人 有与巴里皮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莎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香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 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二万四千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的祭邪为新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 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店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 名叫辛利 是撒禄的儿子 是西免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店女人 名叫戈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店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店人 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 在皮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姊妹 米店首领的女儿戈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 这戈斯比 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皮尔的世被杀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